來 微調的部分 你會看到我們就很簡單 一個一式香料粉 海鹽 黑胡椒 那至於米酒的部分 你可以在家裡添加一點點 米酒也好啦 白酒也好多酒也好 那這個時候大概也要換一下 起來打開鍋外就是一個水蒸型 跟你往常的一個煎烤盤 做起來完全不一樣 打開的時候 你看它一過來就整個沒吸收了 這邊整個沒吸收 所以在家裡有客人來的時候 你不用擔心說 我在家裡有一些烤東西的時候 會不會造成家裡很多的油肥的方式 你不用反答 薄魚 可以來翻炒 不管說煎炒啦 或者是油炸啦 那本身你整個鍋子的溫度 絕對要平均 那包罐子的溫度 最少都要達到差不多300度左右 你的食材的溫度 你食材的一個 所謂它本身的一個 呃 湯汁 它才會流去鎖住 喔 這是做菜最 媽媽最擔心的就是火候問題 那整個來講 你看我們這個 整個那個加熱器 前面的動作呢 前面有煎烤 有油炸 有蒸煮 有水煮 這個全部的溫度都幫你已經設定好了 齁 所以你可以按照你的方式去做任何的一個料理方 這個鍋條都可以 那你有沒有發現我剛剛放棄這個食材 我都還沒加任何的一個調味料 齁 起鍋前再來點香就好 很多農媽在家裡做菜很容易就去 呃 食材 拿去調味料加一下 導致你下鍋的時候溫度不夠高 溫度不夠高 然後你這個鹽巴做這個鹹度的滲透 會幫你把做的汁 把湯汁煮不必煮煮 放在煮食材水煮 齁 沒有味道 來 所以一樣再做一個半勺 齁 你看旁邊的屬於水煮性 齁 所以你在烘烤的過程 它整個那個熱度就保持得非常非常要好 黑胡椒 我們把它撒進來 第一次香料粉 你把它掃進來 所以本身這個 鑄鐵的一個煎烤盤 要不然你可以在上面做什麼 大飯燒 在上面做義大利麵 義大利麵做完之後 把乳酪撒上去 蛋了兩下 蛋子蛋起來 烘烤一下 接一下 它就變成橘烤麵了 齁 所以本身來講它變化性非常非常大 來 砍鹽 玫瑰鹽 一大一上來 香味直接就好上來 齁 那這邊有蒜味了對不對 這個蒜頭味呢 我先把它繩上來 再揉一個 上面 齁 是 谢谢大家